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进来这个食堂感觉还是挺凉快的 它一个饭堂 看了一下它的这个空间就感觉能够融下非常多的学生 这里有自选套餐 还有一些快餐 这里有还有精品的小炒啊 有些什么的 有铁板烧 而且铁板烧那里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了 还有龙仔饭 酸菜鱼 这个同学好认真的选菜啊 颜色都是非常的诱人 感觉好丰盛啊 这些菜系的价格了 基本上都是在四块钱到六块钱一样菜 现在我还是带大家去一楼那里去看一下一楼的到底有什么菜系 一楼可以说比二楼的人会更多一点 现在自己拿了一个餐盘 我发现这里一楼跟二楼的区别呢 一楼更接近于自选的那一种菜系 就是你可以自己挑菜 二楼呢更接近于那种套餐形式的 就是已经给你搭配好了的那种 所以我就选择来的一楼 烫 我点的这一个是很平常的菜 一个是番茄炒鸡蛋 还有个是蒜苗和这个什么猪肉吧 因为我这一张卡呢 它是大学成的一卡通 并不是本学校的学生用的卡 所以呢在结账的时候 会比原来的价格多收30% 但是在其他学校的话 它是不会这么做 只有中山大学 毕竟中山大学的饭堂 的确是 是整个大学成最好的一个 反正这个肉片 还是挺厚的 这一个肉片 还是比较普通的加长菜 还算比较好吃 口感还是挺好吃 要尝尝一下这个番茄炒鸡蛋 这个鸡蛋我感觉比较干 比较硬 这个不是很好吃 这个番茄炒鸡蛋 我觉得这个饭堂呢 价格还是很实贵的 而且它这一个饭堂的环境很好 首先它里面饭堂不会很闷热 也是挺凉快的 然后感觉整个饭堂都是比较量肠 因为吃饭的时候也会比较有食欲 现在中午好饿 所以现在要吃饭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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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